蔡英文總統喊出台灣隊護挺 護挺台灣隊 難道現在不是民進黨就不是台灣隊了嗎 現在不是支持民進黨 是中共同路人 總統本來應他當全民的總統 你不是民進黨的總統 你更不是英系的總統 今天有誰不愛台灣人 不然拿出來講 有誰主張跟大陸統一 我看3% 所以其他97% 台才是真正台灣最大公約數 每天在這個包裡面製造仇恨 然後製造敵對團體 你不生 因為講我就不生氣 我為什麼現在很焦慮 你要想想看 我每天7點半辛苦工作8年 台北不可以再回到過去那樣 我很怕你知道 如果不是黃珊珊接天啊 過去那些奇奇怪怪的複雜的政商關係 那那烏煙瘴氣 那公務員大家都不敢做事 全部都跑回來 所以當然內心很焦慮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大家一起 張開你的眼睛 看一看這個8年 我們帶來了什麼 8年的改變不能就此停下來 這裡是南港 什麼時候改變的 改變就從這裡開始 各位現在看到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旁邊的南港機場的社宅 還有後面的南港車站 以及南港的生計園區 這裡幾十年來都是黑箱 都是工業區 這裡的改變是我20年來 經歷台北市的成長 我從內湖南港出發 今天也從南港起站 從南港內湖 你可以看到台北的變化 整個台北非常的進步 尤其在這8年期間 敲開你的心靈 用心去體驗你的生活周遭 你在台北市生活的便利 還有方便 還有安全 這些都是 每一天市府團隊8萬同仁的努力之下 有今天的成果 我們希望透過車掃的過程 看到台北的改變 台北的改變要繼續前進 台北要keep going 謝謝大家 偉大台北市民朋友 你知道 我要懇請你們站出來 你知道 做自己的主人 你不是藍的 你不是綠的 你是自由的 你們就訴諸自己最理性的考量 你知道 誰最適合當台北市長 這樣想就好了 不要被這個意識形態 黨派的利益 還有政黨的糾紛 被這些去綁架 我們要讓全世界證明 台北市民可以理性的思考 可以理性的做抉擇 那我和黃珊珊 以及民眾黨8位市議員候選人 將連續兩線 在台北市的行政區 展開這個大車掃 昨天市長有在臉書寫說 你非常焦慮 第一點 我真的是非常焦慮 2018年我自己選舉 都沒有那麼焦慮 我在當市長的前兩年 清理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花掉太多時間了 從這個 反正太多了 雙子星啦 這個三創 大巨蛋 然後每一個在處理 還有北流北義 我跟你講我實在太痛苦了 還有今天在講那個中泰賓館 怎麼會沒有中泰化 沒有使用執照 會有可以接水電 然後沒有產權可以住人 那你說你要罵誰 問他這情形多少 他這50年代都這樣 天哪 我很怕你知道 在我卸任之後 如果不是黃珊珊接 天哪 過去那些奇奇怪怪的 複雜的政商關係 那烏煙瘴氣 那公務員大家都不敢做事 全部都跑回來 所以當然內心很焦慮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因為黃珊珊畢竟在市政府 也工作三年 然後當議員又21年 所以他對這個台北的大大小小 事情很清楚 所以你要叫他寫政策白皮書 好歹他可以寫出一本 那個講完是乾脆就一張紙 坦白講他到現在我只寫著深蹲 換公車 其他我想進不起來 那陳時中是 我覺得很奇怪 理論上那些都是我以前 民進黨的朋友在幫他操盤 就算林景昌如果在的話 怎麼會讓他出那一本 那一本政策白皮書 差不多 比較客氣的頒獎說 他們兩個在長軸 就是說 反正就 沒有東西 只要長軸 一個一張紙 一個那一本 不知道什麼小冊子 其實我也非常清楚 他們哪裡敢講政見 講政見要花很長的時間準備 你對這個系統要相當熟悉 所以這場選舉是這樣 從頭到尾沒有人要講政見 實際上台北市民也不關心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局面 理性的思考 誰最適合當台北市長 誰是有準備的 你說那個爛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你看看 我們都拖到最後疫苗 才讓爛上線 因為真的是沒有錢 那個重啟費是四千塊 然後那個 那個要發文令計 我跟你講 因為我這幾年偷偷藏了失望錢 我去寫書 我有錢寄在城邦 這個有沒有繳出來